台灣總統大選已經結束 但這只是2024年全球選舉年 第一場受瞩目的選戰 而最關鍵的 11月美國總統大選 如今已經炒得火熱的 拜登 川普之爭 背後有一項關鍵政策 恐怕會牽動台灣防止 因為2024年的下半年 會有美國選舉 那很有可能 美國會在2024年的時候 有一些比較激烈的降息的動作 那我們過去的經驗來說的話 是台灣的升降息 都會跟著美國的央行走 所以到了下半年 有可能在利率上面 相對比較寬鬆的狀況之下 它可能整體的資金環境 又會相對的比較友善 它也對於不動產會比較有利 所以我們縱觀整體狀況來說的話 上半年應該會延續 下半年的整體的趨勢 然後到了下半年 如果說利率相對比較寬鬆的話 那應該在成交量的表現上面 會稍微更強一些 會不會降息還沒有很確定 但是大家的公司 應該都是會停止升息 也就是說那在一個可控的情況之下 就是經濟會持續發展 那再來現在很熱門的流行 就是台股超越港股 就是台灣股市 大家覺得好像不是很好 結果那時候一度會覺得好像會跌下來 但是其實平常現在又漲回一萬七千多點 股市走熱在於熱錢湧入 市場對於降息的預期 讓資金更加活絡 加上台灣沒有受到中國大陸 歐洲等多國爆發的 建商倒閉潮波及似乎相對穩健 這其實也是得利於 政府對於這個營造產業 營造或是建築產業 它的監禮是相對比較嚴格 例如說圖鑑融的限制 然後加上這個對一些投資客的一些限制 讓整個房市的供給量是相對 相對是比較有限的情況之下 就是把投資的這個買盤 它趕出市場 讓它控制這個供給量 所以台灣整個房市是慢慢就是 它是呈現穩穩的一個狀態 從整體房市縮小來看七都 雙北房價相對比較高 自用住宅買盤會比較保守 但仍有相對低價的區域可以考量 比如說如果是台北市的話 相對低價像是萬華北投文山 那如果說像新北市來說的話 現在新北市的目前有一些重大建設話題 比如說像是汐止啦 那或者是說像是更外圍的 比如說三峽 林口 櫻戈的 這些區域上面來說 可能會受惠於一些購物 自用型的購物 那他們對於預算相對會比較在意的民眾 那他們可能在購物的意願上面也會比較高 那另外還有像一些重化區的話題 比如說新莊 泰山或三重 那這些我們都認為可能在之後會有一些機會 可是如果說在預算上面比較有限的話 可以輻射延伸到周邊其他縣市 未來應該對於桃園的這個所謂的購物人而言 會比較友善一點 我們也會認為可能有一些購物人 他會轉戰桃園的這個區域 那如果說是以新竹來說的話 因為新竹他在園區的帶動之下 他已經自成一個 所以如果說整體的事況不變 那我們認為新竹本身的 從竹北之外的外溢效應 他會蠻明顯的 可能有一些外溢會移往桃園 那甚至於以往苗栗 那另外如果我們來看 比如說台中 台南 高雄的表現來說的話 應該就是維持一個 所謂的高檔盤整的格局 那以現在看起來 高雄的話題性其實相對比較強 所以針對有一些低價的區域 可能會比較受惠 進一步來看 新竹 台中 台南 高雄 都是緊扣科技園區議題 發燒發熱 因此政府政策成了防市風向球 我覺得整個國家的政策 應該會是這樣 往中南部移轉 這個它可能不會特別改變 就是說包含台積電 或是外資在台灣的 哪一些區域設廠 哪一些區域設廠 那它可能就是一個很重點的區域 例如台積電在中科 在這個南科 然後未來可能會進這個南子 這些區域 然後還有就是一些外資 那比如說像是風電 風電是台灣的海線等等 那高雄可能是這個所謂的S郎道 現在高雄台南這個 從整南科 然後一直到這個 鹿竹 它S郎道大概這樣 南科 然後鹿竹 然後橋頭 然後再來是南子 然後最後到這個亞灣 就整個一個叫 他們叫S郎道的一個計畫 這些都是一個 可以觀察的一個區域 平均地權條例壓頂 動搖了不少投資客 購買預售屋的意願 不過如果是自助需求 能不能進場購買 預售屋可能還是會是 市場新建案推案的一些主流 新建案推案的一些主流 因為其實在房價高漲的時候 大家的買房其實是在於 困難處在於自備款 那預售屋的好處就是說 你的自備款壓力 可以大幅的減輕 大概總價的 大概5%左右 它就可以先去訂房 那你的頭期款是分三年 三年慢慢把它交完 但如果說你要買成物的話 大概一次就要準備 所以兩成自備款 比如說當房價高漲的時候 預售屋相對會比較受歡迎一些的 我會建議你真的有住房的需求 住房的需求 就是你自住換屋的需求 你就這個時候下去做 而不是說我先去買了一間 然後拿來放著等它增值 投資策略比較不是這樣 房市的投資 我建議會跟著政府的政策走 政府希望你買房就下去買 政府希望你不要買房就不要去買 政府會鼓勵什麼 當你名下沒有房地產 那它是做這個 這個首購 或者是要換屋 適用這個新清單房貸的時候 如果適用 其實你就應該 看到適合的你就下去買 那如果不適用 其實政府還針對 多房 囤房稅這個地方去著手 比如說當你的這個 房子過多的時候 它其實一定會 未來一定會受到限制 然後導致你 逼著你不得不賣房子 這個狀況 那它的投資的成效 會相對是比較有限的 至於在成交價格的部分 是否會有下降空間 總統大選之後 可能也沒有太大的 所謂的利空的話題 除非兩岸之間的 地人政治關係 會更為緊張 那如果是這個狀態來說的話 那確實可能就會 埋下一些不確定的因子 可是如果說是 兩岸的關係 相對比較友善的話 可能對不動產市場 或是比較好的加分 IMF國際貨幣基金會 等知名機構都預測 2024年 經濟成長率不如去年 但也不會嚴重衰退 呈現趨緩溫和成長 因為畢竟溫和成長 可是還是搭配了資金寬鬆 所以對於 所謂的資產的話題來說 會比較友善 那我們也可以縱觀 這個格局上面來說 因為台灣本身在法令上面 會有比較多的限制 所以有一些資金 可能會持續的去前進海外 去做一些資產的佈局 總而言之 自助可以多看多比較 投資還是小心為上